一起围观娱乐心情 娱乐的白天 娱乐一下才是重的 娱乐的白天 广播缺席电影宣传 遭徐敬蕾吐槽太小气 他给我发你的同胞 霸道总裁经常舞蹈记者 现场表白 我其实单纯还是四万人 鼓励那扎出演女贝斯手 被导演大鹏大赞情绩高 我总能分身拍的不如 谁是娱乐圈砍家小能手 看看明星是怎么节俭节约 过日子 你爸真的太棒了 我是你爸好书的 乐乐翻天 乐乐翻天 我是顾祥 大家好 我是紫薇 请大家关注乐翻天的 官方微信和官方微博 就有机会获得由 黄渤 徐敬蕾 段艺红 杨子山主演的电影 记忆大师的电影票 还有周边的礼品 等着大家来索取 提到这个记忆大师 本周五就要上映了 所以主创人员都在忙于宣传 但唯独少了一个人 那就是黄渤 为什么呢 看一下 昨天电影记忆大师 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 徐敬蕾 段艺红 杨子山等主创 习数道场助阵 主演黄渤 最近因为正忙着 自己的导演 处女作而没来到现场 只得在那头 用直播平台 来和大家交流互动 不过这一提到玩直播呀 刚上台的徐敬蕾 是立马画风突变 跟小编吐槽起黄渤 太小气 因为他一直都很大包 所以他有挺身 然后过生日 他给我发了一个红包 六毛六 六毛六 哎呦 我说黄渤老师 这红包也是没谁了 就不怕老徐跟你倔强 而随后就在大家 拉开了画匣子 准备好好吐槽一下 当天没来的黄渤时 这边搭档徐敬蕾 可听不下去了 他赶紧站出来表示 黄渤在片场 对他们可是很贴心的 简直算得上是有求必应 因为那场戏我要被黄渤老师 这样在墙上掐着脖子 对 然后呢 黄渤老师就很怕我受伤 一直跟我说 紫珊你晓得你的腰啊 你不要撞到那个地上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些我都不在意 麻烦伯哥你掐我脖子的时候 帮我双下巴往下踢一下 没有帮我双下巴 那样 伯哥拍的时候 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凶 就走过来 小编点评 真不愧是演技派啊 演戏还顾得上这个 昨天电影《喜欢你》 在上海举行发布会 兼致陈可欣 导演徐红宇 主演周冬宇 金城武等悉数亮相现场 《喜欢你》 讲述了霸道成熟的酒店总裁 陆进遭遇鬼马主厨顾盛南 通过美食发生的一段 跨越身高 年龄差距的甜蜜爱情 自上一部百度人形象大颠覆后 金城武再度回归 风度翩翩行人设 这让在场的一位 《喜欢金城武》多年的记者 现场表白了一波 我十三岁开始喜欢你 还有就是 证实看你的美图片 希望你做 不要再接拍上百度人 这样的心意 百度人就不住 没有啦 我很喜欢百度人 真的吗 但是我只能 我只能 把我们更做好 其他部分 因为你也是一个团队人 没有办法去活 可能那时候 他的故事太多人 那可能大家的引擎也太大 相当很多人都不信心 这位记者粉丝 显然不想放过 继续追问金城武的机会 从影多年自带霸道总裁 气质的金城武 此次却是首次出演霸道总裁 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呢 他有些地方 我觉得非常吸引 就是你讲的霸道总裁 什么地方都是很讨厌 非常讨厌的一个人 但是 但是我都觉得 很有挑战性 可能很容易给人 但他同时有很大的挑战性 你不能只是让他 就是一个单纯的霸道总裁 首部主导的电影《剑柄霞》 三年前创下票房记录后 大鹏的第二部喜剧作品 《缝纫机乐队》 也将在今年国庆档和观众见面 昨天导演大鹏 带着影片中的乐队 亮相发布会现场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跳 《缝纫机乐队》成员 一个个都如此并类 有刚满八岁的键盘手小妹妹 有古兮之年的吉他老爷爷 还有一个反常梦厉害的 美少女贝斯手娜扎 这样的一群奇葩组建乐队拍电影 大鹏导演难道就不担心 电影上映时被网友们吐槽 演员不专业吗 我其实给那扎准备了一个提升 就是弹贝斯手剃 然后每一次呢 我希望就是说 那个表演演出的时候 那手剃会在 然后呢前两天 我就拍摄这场戏 我把手剃发过来 最后到现场就发现 那扎弹的比手剃了 然后就弹的太好了 就是那个手剃是用不上的 然后那小姑娘 是一直处在咱们那个片场 就从早上五点 一直戴到半夜 就她是一直处在 我其实有点运气不仁 为了组建这一支乐队 大鹏可没少花心思 在电影开拍前 将原本不擅长乐队的 这帮成员们 都送到摇滚学校培训 尤其是乐队主唱乔山 这一开口亮嗓 就把小鞭给惊呆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大宝剑男生唱歌如此好听 着实出小编的意料啊 而逢任机乐队的专业性表现 还不至于此 在片中饰演乐队经纪人的大鹏 当天也是寄养难耐 拉着乔山一起玩起了演唱会模式 小编点评 你们这到底是宣传电影 还是参加好声音啊 泽帆天总和报道 昨天呢 谢娜狂山微博 为大家猜测 是不是和张杰的感情生变 今天谢娜就做不出了 出来发一条微博 回应说 请不要再去造谣 我和张杰的感情了 而且以后我也不会再公开场合 再发任何关于感情的消息 我觉得真的 是不是一人被逼得太紧了 姐姐 我真的觉得明星很不容易 他们呢 是有带光环的 他们呢 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但是他们要有自己的私生活啊 比如说像感情 像生活 给别人留一点空间 我觉得也让他们自由一些 不是更好吗 其实明星真的是 生活当中 他们也是普通人 他们也会讨价还价 别人接下来看到的这些人呢 绝对是砍架的能手 看一下 都是谁 都说砍架 屁门爽快 砍得开心 砍到地儿上 都需要技巧加持 没有错 砍架的时候呢 技是很重要 若是小心翼翼 就会像李志廷和Henry这两位小哥一样陷入 进退两种 菜鸟们的砍架功力 咱再来求求刚刚踏入砍架界的初级选手 傅新博的砍架手法吧 装卫行人 战线未来客户群固然是砍架的一个绝妙小技巧 但是小编精呆了呢 常验到啊 山万有山人万有人 要说砍架姐的扛把子 沈腾认第二 可没人敢认第一了 戴眼镜的 是不是就是3D的 是 不戴眼镜是不是就普通的 是 那我不用眼镜 怎么就不能买一张40的 如果你以为沈腾的杀架就这样告你段落 那你就太傻太天真了 咱小编点名 砍架可以 千万别叫沈腾来第二里 乐团店综合报道 陈伟霆 蜡想揭幕 老酒们张大佛爷 英姿在线 现在还有一条肥毛 多了出来 杨承林跟男友李荣浩一起做公益 他也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士 别走开 夏节 我是古晓 大家好 我是紫杯 前段时间大家在追一部剧叫 《人民的名义》 这两天呢 可能又换了另外一部剧叫 《则天记》 是 为什么呢 因为有陆寒啊 他帅呀 这个剧呢 很多人就是为了陆寒去看的 看完之后别人就疑问了 说剧情太过拖沓 可能只需要二十集就可以完成的剧 为什么要到五十集 这样会影响收拾 我觉得古晓姐姐 你完全不用担心 知道吗 有陆寒在 他的粉丝一定会买账 特别的爱看 这部之前这陆寒的蜡像 都被他自家的粉丝给清掉了一条一条提的 你说是不是太夸张了 姐姐 就是太爱她 对呀 我就想另外一个人 她的蜡像也出来了 陈伟霆 你的蜡像会不会被清掉两次 有点担心 先看看像不像 昨天陈伟霆先生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 为自己的新蜡像正式节目 此次陈伟霆的蜡像 真是以老酒门中霸道酷帅的 张大佛爷张启山的形象亮相 令人不禁大呼 这是上演一出军装致富诱惑的节奏 这一步就连陈伟霆本人看到蜡像时 也不禁感叹了起来 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 见到蜡像时的心情 三个词 帅 书 还有胡子还没有剃干净 我那天做那个蜡像的时候 我好像因为我经常不知道 为什么现在年纪大了 年纪大 几个小时开始呢 那些胡子又生出来了 这样才有男人味都对 张启山的牛胡子 众所周知 这座蜡像时 姿势一摆定 就要保持几个小时 咱们聪明的伟霆同学 就小小心机地 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姿势 他们就叫我做一个pose 然后我说 我就问 要多久啊那个pose 因为我听说要很久 几个小时 然后我就说 那做一个舒服力点 上海路上那像馆是非常认真的 因为里面的气负也是缓震度非常高 尤其是这个八 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八 对也有保留在这里 哇如此小的细节都能还原出来 看来付出都是值得的呀 从小就爱过那像馆的陈伟霆更是表示 这对他来说可是一件梦想纯真的事情哦 有时候有一点还不相信 因为啊 就是从小到大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拉像 会放在拉像馆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会经常去拉像馆 看我喜欢的明星 所以这一次就也带给我了一些回忆 杨成林昨天在台北出席某公益活动并担任爱信大使 旨在关注弱势儿童的餐食问题 而看到这么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也让他想起了自己辛苦童年里的小小愿望 小时候就不可能有那种 姐姐有妹妹也要有这种事情 一定就是姐姐穿过然后留给妹妹穿 长大以后就会希望拥有自己的衣服 如今苦尽甘来的杨成林 对于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更是感同身受 不仅自己时常献爱心 更是拉着男友李荣浩一起参与哦 我会先呼吁他一起响应 然后他也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士 所以他一定也会一起来 帮助这些弱势家庭的朋友 上周末张力在北京宣传新电影蝴蝶沟幕 在片中经验客串的最美姑姑李若彤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而这小龙女一上台张力就秒变迷媚 立马开启了表白模式 我觉得完全都没有变 真的是动灵少品的感觉 他刚才在台上我就说 天哪 这怎么没有美啊 就是 等一下也要请教一下 保养的一句 欢迎来到玻璃海带点心面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只要答到问题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我们昨天的问题答案的就是范BB 恭喜一下的朋友 除了会得好吃好给力玻璃海带点心面 提供了大礼包份之外呢 另外还有我手上 娱乐乐饭天为大家定制的充电宝 是的 今天娱乐显微镜的问题就是 这一只手硬是谁的 只要你动灵饭天的官方微信和官方微博 把正确答案告诉我们 就有机会呢 获得有好吃好给力玻璃海带点心面提供的 大礼包一份 以及乐饭天定制的充电宝 等着你来索取咯 是的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